今天来大家看看哪些是美袖钱币 首先给大家看这枚 罐装的整体为爆蓝袖 我们玩钱币的玩家俗称这种叫蓝色妖姬 均匀的层蓝袖 非常漂亮 然后我再给大家看这枚前锋 罐装的薄绿袖 里面的绿袖大家注意 非常的艳丽 也是比较平均的 均匀的一个颜色 给大家看一枚这枚顺天元宝 这枚顺天元宝也是一枚罐装薄绿袖 大家可以注意这枚袖色非常的均匀 这两枚放在一起比 这枚的袖色很均匀 这枚的袖色没有顺天的均匀 但是这枚袖色会更加艳逸 大家可以仔细看 再看这枚顺天 这枚顺天也是一枚标准的红斑绿袖 当这两枚放在一起的时候 大家可以发现这枚的均匀 均匀的袖色就会显得非常的粗挑 这枚的价值要更加高一点 再给大家看这两枚有关的五珠 这两枚就是一个典型的一种结晶袖 蓝色跟绿色的 bling bling会闪烁的这种 像这种能会闪烁结晶袖 也会使钱币进行增值 然后这两枚钱币放在一起 左边这枚比右边这枚的蓝色更加艳 蓝色的面积更加大 所以说相对应而言 左边这枚会比右边这枚 价值会相应更高一点点 最后给大家看这枚大钟 这枚大钟它也是个薄绿袖 但是这个颜色跟这枚艳丽程度上完全没得比 跟这枚的艳丽程度更没有得比 就是说这枚钱币算不上是什么美秀钱币 最后再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那枚美秀钱币 颜色要像这样的均匀 最好又像它一样的艳丽 如果能戴上这样的 bling bling的结晶袖 那就完美了 地盘拥有美秀钱币的价值 会比秀色一般的钱币的价值 高三倍到五倍